其實利益法委員職權情資法寫得非常清楚 第15條是採取的方式都可以依照朝野協商訂定之 換言之朝野協商討論出來的結果 討論出來的方式就能夠適用 就能夠變成慣例 所以民進黨現在動不動就是扣上違憲的大帽子 我們也已經看穿看破他們的手腳 就是他們認為大法官現在都是他們的人 求證裁判都是我的人 你要怎麼跟我鬥 也因此動不動喊違憲 就是保留後續可以送釋憲的機會 當釋憲的時候數位大法官都一致站在民進黨那一邊 民進黨就可以穩操勝算 這就是民進黨的如意算盤 江湖一點絕說破沒價值 今天我們就把它給說破 讓國人看到民進黨為什麼 從小的事情到大的事情 凡事都講違憲 什麼時候民進黨那麼愛護喜歡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了 就只有當求證裁判都是他們的人的時候 所以民進黨真的不用再玩這樣的計法跟手法了 立法委員職權行事法15條寫得非常清楚 草野協商可共同訂定之 請回去好好的研讀立法委員職權行事法 請問一下韓國瑜的表現啊滿意度是高達40.1%比不滿意度還要高 他是不是現在在積極的扳人進行上 其實我們韓國瑜韓院長的形象事實上認為不好的事實上一向都是偏綠的這個族權認為他不好 我們的藍軍印象都覺得韓院長很能代表我們庶民的這個形象 所以他現在這樣的表現事實上其實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他在什麼位置扮演好什麼角色那都是很值得肯定 那當然是謝謝社會大眾對這個韓院長的肯定 我相信在這個韓院長還有這個我們國民黨團會繼續的努力 讓這個整個立法院的表現更符合人民期待 趕快通過很多改革還有扶國立民的法案 好 院長會覺得民進黨立委要先跟您道歉嗎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啊 好大家辛苦了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還有行程 我們還有一群 還有人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院長這水煎包造成旋風 會覺得一顆三十元會太貴嗎 謝謝 謝謝 朱澤民說一顆大概二十塊就好了 不好意思 這水煎包這個好吃嗎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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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看就是因為行程的時候 好像韓院長他在結束上的旅途的議會 然後他就進到他辦公室吃水煎包 然後一顆水煎包好像二十八塊 我想要請院長來給他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買一些草包給洪生漢他們吃啊 不要實際 其實他們這個真的是通篇都在胡扯 因為呢他們當時先說韓院長是為了要接見外賓 所以導致於陳廷菲委員沒有辦法先質詢 可是我們重新去看整個議事的流程 王洪威委員他質詢的時間超過十二點 那我們的休息時間大院是十二點到兩點半 所以一旦有人講超過十二點他就是最後一個 所以呢韓國瑜院長根本沒有去接待什麼外賓 他就是按照議事規則 王洪威委員講到十二點零七分 作為上午的最後一位 下午的第一位兩點半自然就是陳廷菲委員了 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中午只不過吃一顆水煎包而已 過程當中竟然被大家抹黑成偷懶啊不上班啊想要提早下班 結果兩點半整個開會過程最認真上班的 坐在台上的是韓國瑜院長 啊我們請問其他的民進黨的立委你們都去了哪裡 所以說別人不上班的時候說得很大聲 結果提早下班連上班都沒上到 直接礦班的就是民進黨的這群立委 不思檢討反而反過來抹黑他人 這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是用請他們吃水煎包 應該是請他們直接吃草包 我們想問一下上週民黨立委沒有去尋找 那議事處的報告是說他們的下午 呃大概一點多的時候 嗯 對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收到耶 他是不是說法前後不一 我們就以呢綠聚英這個深漢的臉書齁為例 他在兩天前的時候他說 他完全沒有收到關於陳婷妃委員或是羅民財委員時間有異動 齁但是呢在這份議事處的文件公布出來之後 昨天他的臉書上突然改口成 雖然沒有收到陳婷妃的 但是呢議事處有打電話來說 羅民財委員的時間可能會有異動 那為什麼兩天前你要說謊呢 再來他一開始呢說 我不是遲到我是早到 明明開會時間是兩點半 他兩點三十六才進一場 那他當時說他是三點被通知三點要進一場 所以他在兩點三十六分進一場已經比較早了 結果議事處公布了相關的調查報告之後 他昨天又改口 改成一開始是三點 但是在一點五十分的時候 接到了第二通電話 他在第一通電話的時候 議事組建議他在一點三十五分進一場 在第二通電話的時候 議事組告訴他 因為羅民財委員的時間可能會有調整 給他提醒 那我請問各位 這個意思不就是議事組請他 進到議場準備的時間 早於兩點三十五分嗎 那假設是早於兩點三十五分的話 他說韓院長唱他的名是在兩點三十四分 也就代表 其實你只要聽議事組的建議 後面的人就不會翻車啦 所以你兩點半開會 議事組建議你要比兩點三十五分 早到議場 結果你兩點三十六分進一場 你告訴我不是遲到你是早到 這個邏輯呢 所以就是一大群的巨嬰在鬧事 上個禮拜五 已經因為這些遲到的風波到處鬧事 撒坡撒野在地上打滾 然後讓大家覺得立法院是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結果禮拜一應該要開會的時候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竟然當家還鬧事 繼續鬧場 讓會議延宕了五十分鐘才開 所以民進黨讓大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明明你們是執政黨 為什麼在立法院裡面要處處鬧事 所以這個綠巨嬰深憨的前後兩篇說法喔 他說他沒有說謊 但是呢我想就只是兩次說法不一樣 所以到底哪一次是真的 我個人比較相信議事處的報告 民進黨不要再當巨嬰了 議事人員要幫你泡牛奶 泡牛糊嗎 議事人員不是你媽媽 你要記憶嗎 我看起來真的好像不想離開 針對我講的這個巨嬰的事情 可能還有想法喔 民進黨其實是民進黨自己人員配置的內鬼 如果覺得是陸籍 那韓院長其實可以在之前的挑戰 可以提出說我認為這是陸籍 所以洪委員沒有否認他是民進委員 最重要還是自立啦 每個委員應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你自己就應該把握好 立法委員一定不是小學生 總質詢這件事情只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議事人員不是你媽媽 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不要再當巨嬰了 就是議事人員沒有義務提醒任何一個委員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間在哪裡做什麼事情 每個委員應該在什麼時候去盡他的義務 享受他的權利 都是每個委員應該自己隨時注意的 議事人員沒有義務提醒你幾點要起床 幾點要到學校幾點要開始 我們還有人說 議事人員要幫你泡牛奶 包牛夫嗎 所以議事人員不是你媽媽 每一位委員 你大概什麼時候要質詢 你就隨時應該掌握好情況 做不好呢 請就回去怪一下自己的黨團的這個助理 或是你的助理人員是不是沒有很密切的幫你聯繫好 第二個我實在不願意說 但是請大家再回去看那個表格還在那邊 當天的這個有輪子人員 當天當天民進黨團有三位輪子人員 直接是從上午的10點開始到休息 這三位分別是洪森漢委員 林楚英委員還有一位 現在被爛殺無辜的王正去委員 單子都還在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 還在剛剛那個桌上 所以呢民進黨團的這個輪子委員 自己要不要盡好自己的義務 也是民進黨團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再評論 總之就是說 每個人應該盡好自己的義務 如果自己時間到了不去執行 或時間到了英國按照規則沒有被那個到 別人怎麼做 我們當然不管別人 自己盡好自己的義務 如果沒有做好 也就是 也就是你放棄自己的權利 然後事後不要再出來吵吵鬧鬧 好像小孩子一樣 這個所以我們就 我想這些事情 拉照意識規則走就好 這個我們身為國會議員 尤其要做好身教 做好很好的這個示範